哈喽大家 凯瑟丽八卦上线 今天就想从今年一件轰动美国的事件说起 它甚至影响了美国两党前不久的地方选举 此案到现在还没有完结呢 故事是这样的 5月份的时候一名穿裙子的15岁男孩 大大方方走进了校园女侧后 强奸了一名女同学 几个月后啊 转校 10月份他又被指控性侵了另一名女孩 哦 一个男孩子穿着裙子去了女厕 然后为了保护自己未成年的儿子 母亲站在媒体面前公开表示 儿子虽然穿了裙子进女厕所 但是他的性别认同依然是男生 那女儿子为啥进女厕所呢 目前这名为公开姓名的未成年男生 设施的第一起案件已经被认定为有罪 第二起案件啊 要等待12月13日的判决 而这之所以被朝商热搜 闹得沸沸扬扬 就是因为民主党人所谓的跨性别厕所 甚至前不久啊 这一丑闻还影响了弗吉尼亚州州长竞选 成了当时共和党州长候选人 格伦阳金 Blan Youngin的竞选谈资 他就警告说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悲剧在等待着我们的孩子啊 最后呢他是战胜了他的对手 来自民主党的特里麦考利夫 Terry McAuliffe 那么就来说说这个由如测令产生的跨性别厕所 早在2016年啊 奥巴马政府时期就为保护跨性别学生而发布如测令 将美国教育法修正第九条的保护范围扩大到跨性别学生 允许他 他们根据自己的身份性别 及自己认同可以代表自己身份的心理性别 而不是生理性别 及出生时的性别 来使用卫生间和更衣室 也就是说 如果我觉得我是一个女性 那我就去女厕所 如果我觉得我是一个男性呢 那我就去男厕所 就是这么个意思啊 全天下最钢铁直男的特朗普上台后啊 就取消了这项规定 而到了拜登上台的第一天就又给恢复了 很多人就开始担心自己的孩子 因为这一决定正在导致性犯罪激增 但是民主党人管了吗 可以说啊 拜登上台后 美国民主党这几年的左派社会力量 正在大举扩张 甚至有点走火入魔 举个例子啊 今年二月份的时候啊 左派的大本营 旧金山市爆发了一波改换校民的呼吁声浪 有人列出了一份名单 要求用名单上的人民命名的学校应当更换校民 理由是他们曾经蓄奴 这份名单中不仅有美国前总统林肯 还有著名的发明家爱迪生 列出的理由是爱迪生曾经在实验的过程中 垫死无辜的小动物 反思历史固然是一种转型正义 但反思到了这个地步是不是太过了呀 还有比如有这样一个美于八卦 提示你前不久宣布开拍真人版白雪公主 公布了演员名单 由拉丁裔混血女星瑞秋奇格勒 瑞秋杰格勒演白雪公主 没有种族歧视或容貌焦虑的意思啊 就是这未免也太不符合白雪公主的人设了吧 我就想知道 形容白雪公主那段皮肤像雪一样白 要怎么演啊 你们感受一下美国的这种政治正确啦 所谓水能载舟也能复舟 依靠Black Lives Matter 也就是黑命贵运动为代表的左翼社会人士 他们高歌平权支持民主党 但民主党会不会最终也被左翼社会运动 带来的分裂所反噬和拖累呢 最后啊我要cue一下普京大胆 让他来生活一下我的ending 普京10月21日周四 在一次演讲中啊 就罕见抨击了极左意识形态 在整个西方世界造成的社会弊病 普京的讲话由口语员翻译 视频被上传到俄罗斯政府网站 他说啊 西方某些国家正在发生社会和文化冲击 有些人积极地抹去自己的历史页面 为少数民族的利益采取平权行动 以及要求放弃对母亲父亲家庭和性别区分等 基本价值观的传统价值观 他就举例说好莱坞的一些清单提醒 你应该在电影中有什么平衡 比如在电影中你应该有多少人物和演员 有什么样性别的演员 什么样的肤色有时还甚至比苏共中央宣传部做的还要严密严格 现在正在发生着一些可怕的事情 孩子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被教导 男孩可以很容易变成女孩 把这种选择权强加给他们 并把父母推到一边 让孩子做出可能会毁掉他们一生的决定 如果我们执言不毁 就会被那些打着进度旗号的人说成是反人类罪 而有些人是有意要这样做的 普京的这番言论还得到了西方媒体的关注 而这一次西方媒体觉得 普京提醒的是啊 其实认真的严肃的想一想 他的总结还是很到位的 比个大拇指 这一次你们发现了没 普京竟然成了西方保守主义的最后堡垒 好了这就是今天凯瑟琳报告的内容 希望大家喜欢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留言 今天就先到这里啦 拜拜